大家好,我是团长财敏离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是Podcast 也欢迎您分享给你的朋友 同时最近小铃铛就跟警铃一样 一定要按下去 因为太多突发事件 搞不好有需要的话 团长还随时来一个直播也说不定 好,那这一集当然在Podcast同步来播出 所以非球迷 反正就听听咱们中华之邦 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那这一集呢,没有字幕,这么早 字幕小编到那么早起来,不要傻了 今天要讲什么 本来想说这个话题应该不用再讲了吧 但是恐怕还要讲好几次 本磊工房站到底谁说了算 本磊工房站到底谁说了算 9月18号昨天在洲际棒球场的原巷站 这个团长最怕的本磊工方站 不是工房,是工方站 一局下半,报道就给你来了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百万团友你要听清楚 其实联盟的长官们也听清楚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逃避不是办法 越怕他越会来 逃避不是办法,越怕他越会来 但是我先讲一下昨天六局下半 越东华到二壘成功的这一个事情 那后来电视辅助判决之后 从SAFE改判成OUT 我先讲这个事情 当然是呼应我前面的一支影片 讲这个神秘的小房间的事情 我其实大可不用在赛后去查证 或者还原这个Case 因为反正现在中华职棒 特别是三人小组 顾人员,顾人员 而且公信力在公信榜 南坡外 甚至于我要带风向 讲说昨天你们知道那三个人是谁吗 要带风向很容易 很有效果 但是团长不会 因为那样就low掉 而且在这个时代 我必须要讲 你说谎 硬拗 双标 早晚被打脸 而且你是天天会被打脸 是这样子 我赛后 当然这个play反而是让我觉得 这样子有办法改判 道理在哪 赛后我去找 转播车 转播单位的导播 导播 于大光 大家都很认识 我的前同事 老同事 超级爪粉 这大家都认识 爪迷没有人不认识 他跟另外一个车上的同事 也是我很熟的 都非常肯定的告诉我 改判没有问题 没有听 你没有听错 你没有听错 改判没有问题 而且拍得很清楚 那一定想说 这两个人应该被买通了 还是昨天也被鬼遮掩 鬼打墙 怎么会讲出这种 离经叛道的话 其实 还原现场是这样 当大家在傻等电视辅助 判决的那几分钟 几分钟里面 几分钟我也忘了 反正就是那边傻傻的等 转播单位跟三人小组 他们是采用隔放的方式 隔放的方式 隔放的方式 就是说 一隔这样前前后后 所以那个月东华 那个脚就要前后 前后这样 一隔一隔 用隔放很慢的方式 反复地看 最后 确实就只差一隔 各位朋友 一隔不是一秒 是几分之一秒 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你没有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看不出来的 只差一隔 确实 月东华 慢了 一隔 不是慢了一秒 也不是零点一秒 都比这个数字更小 也不是大家在家里面用电脑 然后看那个影片 然后自己可以 什么0.25倍速 没办法 车上的装备 三人小组 他们这样联系 看得出来 那你说 为什么后来 这个改判之后 不让大家看这个隔放 这个就是我前面 神秘的小房间的影片 我讲过的 关键中的关键 没有时间让大家看嘛 比赛继续进行 尤其昨天 你看后面的节奏都非常坏 而且这个play 后来大家有在乎吗 分数都拉开了 找不到时间 让大家看 什么时间最恰当 就是三人小组 在看的时候 我们一起看 不就结束了吗 问题就解决 就不会 至少昨天这个争议 这个argue 就不会有 是不是 好 那可能还是会有 说 这个一定是 昨天这个抓导 转播车搞鬼 我必须要这样讲 他要搞鬼 他就不用让三人小组看了 他就说我没办法隔放 我没有拍清楚 就让月东华 save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以后再讲 好不好 这种阴谋论以后再讲 但是昨天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回到我前一支影片 谈小房间的 我给小房间的这些干部 几个建议 真的 一起看不就没事 还是说联盟跟这三人小组 还嫌耳朵不够痒 本来啦 针对这个事情 纯粹这个事情 我本来想今天去周济 我还去找我的老长官 威哥 刘志卫领队 我想要跟他建议说 我们不要理联盟的 这一项限制 至少在兄弟主场的转播 电视辅助判决了说 我们可以尽情的一起来看 到底事情是怎么样 一起来隔放 一起来慢慢看 我本来想这样接 因为我觉得这个限制不合理 不合理 无脑 但是我后来想想 何必 反正我跟求平 我们就眼见为平 就像昨天晚上一样 你三人小组 你联盟要资讯不透明 不对等 反正我就 我就跟昨天一样 我以我当下看到的 我该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也放心 我也不会傻到说这种 五十五十 Bang Bang Play 像昨天月东华这个Play 我硬要讲说 请相信联盟的公信力 我讲你会信吗 一定觉得我反窜 搞不好我搞到后来 我还要一起被出征 说帮联盟讲话 所以这个Play 我的小结论就是 三人小组如果要继续自讨苦吃 不改变这个部分 我没有意见 反正我该说什么 就说什么 我看到什么 我就说什么 我没看到的 我也不会去猜说 你看得好准 这是差一格 差两格 我哪知道啊 好 回到大家最关心的 昨天一局下半的 这个本磊工方站 的争议 那有关规则 条款的矛盾面 或者是争议性 请直接看 台南驾许 刚上架的影片 他说的很清楚 我就不重复了 不用浪费这个时间 他讲的很清楚 你们就去看他的影片 OK 以后我们两个 搞变一组的啊 好不好 他讲的 我就不重复讲 从不同角度 那也不错了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看他的影片 讲的很清楚 我必须做一个 这一段事情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评论 就是 这叫做一步错 步步错 不认错就一直错 这段时间很简单 联盟如果能够针对 过去的本磊工方站的争议 其中某一个case 或某几个case 认个错 说啊 那是我们搞错了 那是我们三人小组的错 或者是引用条款错 不就没事了 事情就变简单了吗 变单纯了吗 嘿嘿 举例来讲 我举例来讲 大家一直拿一些影片出来 这个打脸对照 假设今年有争议的影片 编号一到编号五 其实可能编号一到编号四 是OK的 是符合波西条款 也不管是符合什么补述 规则都OK 没有问题的 解释得出来的 问题可能就出在编号五 第五个争议 也可能就是9月10号 这个case 他是不OK的 是误判或者是后面的解释是错的 引用条文是错的 辅助判决是错的 其实你就针对第五个case说 拍谁我们搞错 道个歉 或者更正一下 后面就一片光明了 但现在不是 现在联盟硬是要滚动 说我所有的case 编号一到编号五 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是不是 没完没了 所以我要强调 我再次的强调 我绝对不是反串 我觉得方对 就是支对 真的有个衰 他比中心兄弟还衰 你贴下来听我讲这一段 先不要预设 球是方的还是圆的 你先不要预设这个 你想象一下 我讲的这个状况 假设今年前面几个case 甚至于就是 最敏感的9月10号这个case 主客互换 攻守异位 两边立场状况反过来 这一段时间 乃至于到昨天晚上 假设也刚好反过来 一直会keep put 一直会冲出来 甚至于会被赶出去的 就不是邱昌荣 而是真好聚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只是这个事情刚好 反正现在就是将错就错 所以苦主好像一直是 中心兄弟 但是如果当下的状况 反过来 苦主是谁 可能是支支 也可能是喵喵 也可能是邦邦 被赶出去的 就不一定是邱昌荣 而是其他几个人啦 好 那这一段时间只能讲 爪爪比较衰 然后方方被扫到台风尾 真的 我觉得我这样讲 公道 那你觉得公公公道 随便你 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大家这几天讲 啊 这个连拜啊 这个方方啊 这个连拜是天法 我有另外一个解读 你听看看 球场上 球队都一样 他有些时候需要一股气 要一股作气 当外界一些无脑的变数 突然横加进来 目前来看 刺激了原本有一点点 浑浑噩噩 不上不下的爪队 上下一心 同时也让原本压力就比较大的 桃园队失去了平常心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天法 而是一个外力 突然插进来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变数 所造成的 那这是谁造成 不好意思 就是所谓的联盟伟大的公信力造成的 而且还没完没了 我最后给爪队三个建议 第一个 再气还是要把本垒工房 工跟房该怎么做 还是要搞清楚 尤其像昨天的case 也不要这样想说就过去 第二 三磊指导教练 差太多的还是不能跑 这个是老话题 我也不想再讲 第三 引用湘民奖很有道理 不要赢球了还怪联盟 输球给怪联盟 赢球还怪联盟 会不会太超过了呢 好啦 这是反串 这闹的 最后 给所有球迷也好 非球迷也好 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你说了一个谎 接下来有两个选择 你承认你说谎 道个歉 事情好处理 第二个选择 你就要一路的说谎 说下去 然后就没完没了 最后 昨天 最令人发指的是 赛后MVP 那个球迷拿了那条毛巾 奈没收酒 团长也要加一 不要搞到今天晚上 我得直播 我也不想 晚上我想好好睡觉 我最近在168减重法 晚上都没电 都低血糖 好啦 希望这个话题 想要不谈好像也有点 没关系啦 再说吧 我们下回再见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 拜拜